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因为一个是北方人 一个是南方 山西人 是吧 欧阳修就主张 就是周老师这主张 就是统一一张试卷 对吧 达到水平 按一个分数线取市 但是呢 欧阳修的这个公平 不是 司马光的这个公平啊 叫逐鹿 鹿那个时候指的就相当于咱说这省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北方的经常要去打仗啊 那他北方人外族入侵 这个北方人给你打仗啊 那你要是按这个高考分数线呢 会导致北方的这个世子们呢 选拔不出来 所以说当时就发生过这种争论 所以你就看出来了 这个高考表面上是一个教育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且是一个 你看贯穿一个历史 那么长时期的一个历史问题 你看我们都一谈就谈到那个北宋时期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 它还更有意思 它就讲到 其实就是说这个中央政府 就是说就用行政权力来干预这个就是高等教育 当然咱们现在用高等教育 就是干预这种人才选拔 实际上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它是当然叫举校联嘛 就是你们这一群人超过比如说20万人 你就可以特招一个 用咱们今天说你表现好 你就可以特招一个 所以他那个要追溯起来 就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来干预了 然后你看又讲到这个明朝 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多收了那个南方 全收了南方 北方就不干了嘛 然后说后来也是从那个时期分成了南北卷 南方一张卷子 北方一张卷子 说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叫中卷 就是把什么四川呀 什么好像贵州啊 就变成了一个 这些需要指标的地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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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概比例是南是55比35比10 就是南是55 北是35 中不是10 就是说它一直是一个搞不定的问题 钟老师 您看您在大学待了一辈子 是一辈子 半辈子 就是说您觉得是北方的考生是干嘛 智商和南方的有区别吗 没有 因为中国呢从这个49年以后吧 基本就是一个 有一句话 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的理想或者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所以说你注意 比如说四野 原来是东北野战军一直打着海南岛 完了之后几方面军 比如说长征从南方 这个江西什么的出发 一直到了陕北 对吗 它也就是通过这个这百年我们叫四天大事嘛 革命战争运动 到了八年代后叫建设 那前面这个革命战争运动 基本上我觉得混得可以了 你比如说我的学生 混得可以了 把人口混得可以了 对啊 是吧 你比如说我的学生里头 哪有说你能够说北方人 南方人 他哪都有 我跟你说 甚至他爸不是北方人 他妈就是南方人 你说他是什么人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现在人都说 你要统一一张试卷 中西部的肯定考不过江浙的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你看出题的人是什么人 如果出题的人他比较全面的话 他会照顾到全国 所以说以前我们叫统一出题 叫统一试卷 后来不成 为什么统一试卷不成呢 因为都是一个题 当时山东青岛的三个高中生 撞过教育教育会 说为什么教育它不公平 为什么 我们山东青岛得比北京高出70分 我们才能考同样的大学 同样的专业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你山东跟北京差70分 明年你差60分 后年你差50分 70年以后分数面前 人人平等 这就是改良嘛 你慢慢来啊 他不这么干 他怎么干 他说我不统一出题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掌权那些人的孩子 大部分都在北京了 就说他们孩子要不然就笨 要不然就是不用工 要不然就俩都战士了 但他需要特权 他要享受优等教育资源 后来呢 就是各省出题了 后来又不行了 又说咱们几十个省 咱们一块出发 他在那折腾 所以为什么胡锦涛总书有三句话 前一天叫不懈怠 不动摇 不折腾 他就在那折腾了 他为什么要折腾 那寻租理论 我有权 我就得拿权力去寻租 设租就跟我有房子似的 我不能控制 我得租资 租资予 我就输钱 这叫权力寻租 你想他为什么老这么折腾 你比如说像这次 说这个放的名额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改良的思路 说今年咱们放一千 明年咱们放两千 后年咱们放三千 对不对 你给他慢慢的来 对对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说他折腾 关键就是折腾 他为什么折腾 复败 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就觉得 这次好像就是 几方面争议也很多 就是比如说一些教育学家 出来也说了 原来啊 这是一个复杂的 咱们很难说的明白 只有周老师能说清楚的问题 就是说每个省录取多少 这个什么考生的基数多少 它是跟这个考生的数量 什么过往的记录 教育的资源 甚至是学校的资本 就是你这学校花的是谁的钱呢 用的是谁的资源呢 跟这个好像一大堆的问题 都有关系 比如说这次江苏湖北的这个 你可以看看这个 图片 这家伙上门口示威去了 为了孩子 你看这家长们 你看 就高考外调 三万八 这说的江苏 江苏教育 你不大 你看 就说这江苏 你怎么这么大方啊 这个考生家长 你再看下边 教育公平 反对 简招 江苏学子 期待教育公平 再看下边 你看 这又地狱 你玩有没有聊得累一件事了 湖北产的粮掉走了 发的电掉走了 喝的水掉走了 现在连湖北家长和孩子的希望也要被掉走了 你再看 这也有意思了 就是家长们甚至说呀 为了咱们的孩子 咱们啊 江苏的成年人都报名参加高考 全家出动 咱们呢 这个小高考得个C 高考当天去考个低分 用行动来拉低江苏的录取率 明白这家长们的苦心 说如果高考人数增加一倍 高校名额肯定增加 然后呢 我们这些家长都考这么低的分 我们的孩子录取的机会 不就大了吗 这是气化了 我觉得这是气化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明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高考背后 实在是这个里面牵扯的利益 和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原因太复杂 你看他比如说 他是因为说江苏和湖北的 这个高考录取率比较高 所以要给你调低 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因素吧 那我看那个江苏也有些抱怨说 因为我们 为什么我们这个录取率高 我们忠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人口少 那孩子人手少 所以他那个录取率就高 那么有一些省 他不遵守啊 他人多 他当然录取率就低啊 那么所以他为什么家长 要充这个分母是吧 那我们人太多了 我录取率低了 你就给我多名额 我今天还有人聊 那新疆网友聊了 说不给我指标给我们 在你们江苏也弄一核实验基地 我们的原子弹都在我们那实验 我们有付出 为什么不照顾我们呢 杨先生家有说公平不一定公正 对 因为现在就是把这个公平正义合起一块叫公正 这是对的 所以我们一再说不患寡患不公正 我一再说高考 它是个稀缺资源分配的问题 有人说我多办好大学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所大非所问 你的 你的考大学多了 比如一百个北大 那一百个北大 它又分出来 北大一分校 二分校 三分校 它又有了差别了 差别它总有 所以说我们就说不公正 我一再说嘛 你马拉松冠军就一个 你就得跑 累死你 谁让你想当冠军呢 对不对 但是原来高考那是统一的 统一高考 它不会调一些资深的老教师 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四中的 我的语文老师叫顾德熙 顾老师 资深的教师 我就跟他们探讨过 那个顾老师就说了 说我们教了几十年的这个语文 我们不是素质教育 我们教的你们都是应试教育 人家老师就不同意 什么叫素质教育 我们教的都不是 但是你现在只要一考试 我就有一个指挥棒 比如说你考语文 那我就教语文 你考 比如原来考生物 我就教生物 那你不考生物了 我还去教生物 你们考什么 我就不教什么 人家说 谁敢把孩子送到你这来 你说我素质教育 我搞素质 但是素质教育有没有评价体系 什么叫素质 你先说清楚 什么叫素质 比如跑跳投算 看钢琴算 那老师就教这一切了 所以有了素质教育 他也不能来替代所谓应试教育 为什么 你考什么 我就去教什么 对不对 你有素质教育的 所以素质教育跟应试教育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事 但是你觉得脑子比较混乱 你觉得目前应试教育也是必要的 当然 他分配稀缺资源就有残酷性 谁让他是稀缺资源呢 对不对 你想想 跟他学没学到 什么东西没关系 不是 你学什么东西 那老师他教什么 他有教育大纲 那教育大纲将来高考 他考什么 他考什么 他教什么 教什么 你学生就学什么 为什么 你还要将来参加高一级的教育 比如你中等教育 你要中等 中等你要高等 高等你要研究生 研究生你还有硕士 还有博士什么的 对不对 他这是 你只要是 这个有这种竞争的功能 有这种分配稀缺资源的功能 他就有残酷性 所以有人老说 一考大学有人就自杀 你不考大学 他就没自杀的吗 你不是功能名推荐 那是叫贫下论中推荐 你以为那时候就没自杀的吗 你明白吧 他这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来解决一个 稀缺资源的分配 越来越公正 比如说 比如说考北大 北大呢 吊党 原来有吊党 就是我要 我要一百个 我招一百个 但是我要吊一百二十个 腐败 为什么 这一百二十个 我可以招任何一个 我不见得招那分高的 我招那分低的 我说他素质高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一比一点二的这个吊党 就是腐败的温成 我们主要让什么呢 抓究 如果你真要 你要真要 吊一百二十个党 你要招一百个 那那一百二十个 不都有资格 被你招吗 抓究不就完了吗 太简单的事了 有人提出来啊 就是说高校自主招生 这个题 这么腐败能自主招生 开玩笑了 我告诉你 我给你讲一个 就说到这 其实也是讲 就高考肯定是计划经济 最后一块堡垒 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 就现在就说 你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 你农家子弟 它唯一一个升迁的一个渠道 可能就是这样 还是最后一个 一个公平的机会了 但相反来讲 就说放开 就是叫自主招生 我觉得咱们上次也说到 人大那个招生处长 可能那一大部分钱 就是因为自主招生的 这一块拿掉 因为你说自主招生 你给他的权利 他怎么来评价 你是不是一个优秀人才 然后我记得 我以前还采访过一个 就是华人的孩子吧 然后他因为 比如说某一项运动好 然后他被一个 长青藤大学的一个学校 录取了 他当时给我讲一个例子 我印象特别深 他就说 比如说他是某一项运动 比如说打网球吧 那么很多都拿名次 比如说少儿组什么 都拿名次 但是他们都要到 当然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 都要到一个 比如说布朗大学 随便举个例子 他要让教练来评估 教练要给他们打评分 我认为这个 比如说50个孩子里面 我可能这个体育生 就是5个 那么教练 他就要跟教练谈 跟教练约时间 然后教练看他比赛 然后他就说他们怎么来安排教练 观摩他的比赛 然后教练给出一个最好的意见 然后呢 你就录上 我当时听我说 这在中国 这个可操作的空间可太大了 对 你跟没法保证 你跟教练 咱们就说你私下勾兑 因为这个是太主观的意见 谁好谁不好 名次都是一样的 谁好谁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在中国 你不敢放开 一放开 那你操作的那个想象力呢 这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几千年来还是客举 相对公平是吧 它是最不坏的 在中国最不坏的 选拔人才的制度 对 你知道我们啊 我是北京四中 六六届高三五班的学生 在五十年以前 在六六年的 大概是六月多分 文革前最后一批是吧 对不对 我们班出头 还有女一中高三四班出头 搞了一套废除高考倡议书 我就是那班里的一个同学 但这件事不是我组织的 你还曾经倡议过 我沾包 因为我是 因为落款啊 就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 全体同学 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 全体同学 我是全体同学的一个 这件事跟我个人没有关系 那是不是张铁生 对不对 赶着 高考倡议书 什么意思啊 高考不好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怎么办 就废了 后来中央就批了 废了就废了 一家伙废了十年 你知道吗 是 您那向这些人道歉了 这十年刀这么多人 对啊 对 所以说当时废的时候 那些主张废的人 也没打算说 废十年或者十二年 是打算放一个 长长的暑假 没想到 一停就杀不住车 那你废除高考十年 给中国的人才 带来了什么 毁灭性的打击啊 后来就变成了工程兵 后来就变成了 平安隆隆推荐了 你以为推荐就那么干净啊 再说平安隆隆推荐 有一个统一的指标吗 你明白吧 所以说后来就 后来1977年8月8号 我们叫7788会议 邓小平 就好记嘛 7788 1977年8月8号 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 拍板 后来华国锋也批准了 叫做恢复高考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这才恢复了高考 所以说 这个像我就是77级 81届 就恢复高考第一批 实际上我应该66年 我就上大学 一家伙就耽误了12年 甚至耽误了14年 对不对 您想想 所以说我们都走过这个 所以现在就批判 硬实教育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以为我没批判 50年以前我们就批判过 那么有行为 我们写一个倡议书 报了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一批 就把高考给废了 废了怎么知道 后来又恢复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都是一个 重要的弯路 他们有多人 有好多人 就是义正言辞的批评 高考 硬实教育 你来一好的 你跟我来一好的 你来成一个 皮下笼动推荐 更麻烦 我跟你讲 所以我一再讲 现在分配资源 比较公正 或者说最公正的 不就是高考吗 剩下体干 买官买官 贫质生 分房子 原来 包括涨工资 哪一个有高考 这么青年呢 所以为什么 这些人要打这棋子 因为他明白 这是他的孩子的 在极少的公正的竞选中 竞争中 他是这一个 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事 为什么愿意看比赛 我们有一个 体育社会学家讲过 为什么喜欢看比赛 那就是用一个 比较公平的比赛 来慰藉 调节 不公平的人生 他这个意思 说得好 你知道吧 他比赛 他表面是公平的 行 等会我去广告了 先上将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说 我看着这些数据 公布出来的数据 实际上 这个参加高考的人数 在减少 在某些省 后来说人家说 为什么呢 说相当一部分 送孩子的上高中 就到国外读去了 对吧 然后呢 一方面是在减少 那么有关的这个教育部门 或者说高校呢 他实际上 现在有些时候 就招不到学生 派任务去招学生 你比如说这次 就说家长们 这次特别不高兴 可是呢 从数据上讲 比如说江苏 湖北 他的录取率啊 不说 这比去年还高 比去年的机会还高 高 那么为什么这些家长 说 江苏掉三万八 湖北掉四万 他们就更生气了 他们不高兴呢 他实际上 其实 这次问题的核心 还是说一本的录取率 他就说 你实际上 你看你录取率高 你实际上包括三本 大专 那很多 现在就是说 因为大学录取率 我们那个年代是 周老师年代更低了 我们那时候 就真的就是说 你大学生 你考上大学 就意味着你 你可能就进入一个 准精英阶层 你工作 你的社会阶层 就明显的差异了 现在你坦率地说 你考一个三本 考上一个大专 你实际上只是 把你的就业压力 你把你的 就推后到几年而已 所以现在很多 他招不上来 是指三本的这些学校 你一本竞争 还是很厉害 而这些家长们 之所以耿耿于怀的 他就是认为 你一本的这个 录取率比较低 你看江苏 他就说 你人越来越少 我们考生少 但是你那一本 录取率很低很低的 然后呢 所以现在我看 他们好像 那个教育 教育厅 还是教育 有什么表个态 是说我们转的名额 是三本的 大家放心放心 不影响你们 实际上我是觉得 也是在 来缓解这个矛盾 所以这个问题 还确实是很复杂 而且基本上是 北京的考生 也不服啊 说你们全国 好像都觉得 我们北京考生 特资认是吧 我们也是每天晚上 12点以后睡觉 早上5点钟起床啊 也是这么苦读啊 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想上到 最好的学校 都是个很要命的事 很较劲的事 是啊 这就是所谓的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它是站在 它自己的历史上 你比如说北京 现在北大清华 包括人大 也受到竞争了 那香港啊 人家香港 本科生就来了 就招你了 原来不让招 现在让招 让招人给蒋介俊多啊 人家给好几十万 是 对不对 本科生就给你好几十万 每年那个状元 基本上都被香港 那个港大 对啊 所以说他是 至于说 你刚才讲的这些 他的期望值很高 就是说虽然我的高考的 这个升学率 已经比去年太高了 但我的希望是更高啊 真是 这这么回事吗 对吧 所以说他总是 他有不满意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既然你有个宪法 宪法面前人人平等 那你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一旦说你反分裂 不能搞分裂 那怎么办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 我一生 你反分裂法的名义 高考应该统一试卷 对 就得统一试卷 我每年我有各行各业的 这个教了二三十年的 这种老师 包括就相当于教育家 刚才我举的我们 顾德西老师 那就是教育家 这种人 北京有 上海有 他们也有 从全国招来 他们出题 出题呢 他们就会平衡 今年不太平衡 明年他们就与时俱进 这些人都是教育家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不会出现说 我就偏北京的 或者我就偏浙江的 没有那个事情 我跟你说 人家这些老师 像我们这些老师 都是非常好的人 为社会公正的人 人家 好 现在 中国就靠你了 为什么不能全国统一招生 为什么不能找一小撮 找一小部 教育家出题 就是用两小时 我就出一套题 把你的知识能力 我给你评价出来 所以我们叫教育 评价体系 所以老说 应试教育 什么素质 那都是糊涂 它们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东部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 信息也比较广 没那么封闭 而且教育资源也优势 这不是一两天 一两年 这西部就能赶上来的呀 不是 这东西它有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 明年后年 全球无限 免费互联网 怎么样 世界大同了 世界大同了 再说一两年 你是新疆怎么了 你那手机 就上不就有同步卫星 你就可以接到 而且是免费的 刚才跟我们讲 是美国打了几个卫星上去 不是 今年3月27号 国际上有一新闻 说今年六颗卫星 已经试验成功 技术没有问题 技术没有问题 那么推论的 就是今年明年 最多后年 那什么叫你边远地区 你是交通 你是边远 对不不容易 可是信息啊 手机现在 七亿个手机 至少 对 所以说你新疆 你就没有手机吗 你打开手机 我告诉你 免费无线互联网 你什么不知道 对不对 你不能够再用老眼光看 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 不是 我是觉得 在真是在现有情况下 因为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它那个地区差异太大 然后再包括我们的这个 还有些什么不同种族 不同民族的问题 我是觉得你现在 还是需要去 可能人为的这个调剂 还是需要的 但是呢 现在就是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变化 情况变化太快 就像说北京的 现在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教育的 一些新闻 很多比如说像北京 这个什么一些 它都叫什么国际部 很多孩子在高二高三 就上了国际部 然后呢 一半的学生上了国际部 出国留学 然后再保送五六个北大清华的 一个班剩下十几个人高考 它录取率极为高 那你这时候还不调节 我觉得觉得 那无怪物别的省人又有意见 所以我是觉得 不能再用拍脑门 就一刀切 百分之十几的名额 百分之几的 就是你还说 现在是需要工作做得更细致 更结合细情况了 我也有点不理解 这个北京天津 如此明显的这个优待 上海 还有上海 上海听说还有外调 两千个 还有个指标 说北京天津一毛不拔呀 你知道 这如此明显 为什么可以 你知道还有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每年 还要招一些学生进来吗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公开的 你如果消化两个外地 因为要进户口的 你要消化两个外地的户口 你就要搭一个北京的户口的 这我不知道是什么规定 这个是不是要 维持当地的稳定 安定团结 其实这些问题 建国的先贤 也就是说我们建立 中华民国的这些老同志们 人家都想到了 所以为什么一建国就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什么叫自治区 自治区的一把手 必须得是本民族的人 现在你去看看去 哪个自治区 不是什么汉人一把手 关键在这儿呢 这些问题 人家早就讨论过 不是说人家没有考虑过这问题 关键是你不是这么干的 你说北京让出指标来 难度在哪呢 特权 就是北京人 没你说有权的人 他孩子又傻又笨 又不有功 他就需要特权来 让他孩子上好大学 不就这点事吗 这不是教育部定的吗 是啊 教育部不就在北京吗 教育部的官员 很多就住在北京 行 维护首都的安定团结 所以你劳动力 你要多吸收 我们两个外地 一定要搭一个北京